你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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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挺累的 我看你的头一段时间 好像是去医院了是吧 对 打的了 是因为天天太累 然后尖州就是 是尖州眼吧 特别严重的那种 就是 可能我站在这的时候 大家都不太了解我 我是在演习做夜事的 在夜事做暴斗 我每天 每天晚上四点出摊 晚上九点多收摊 下雨天也得干活 他这么了解呢 我天天没事我看呢 你看暴斗西施的时候 你会觉得 挺不理解的是吗 对啊 如果要是 我未来的对象的话 我肯定是不能那么辛苦 对 如果要是想干的话 肯定也是白天我上班 完事之后 晚上咱们一起去干 这种呢 嗯 他说的对 每天都是我四点出摊 然后 可能得到九点半收摊吧 这一系列的活全是我干 然后呢 我爸帮我打理 就能帮我抬抬抬 没去玩啥的 自从开始干 每次我出摊都四个多小时 这四个多小时 我在我记忆里边 我就去过一次卫生间 就是去厕所的时间都没有 所以为了晚上出夜事的时候 不上厕所 中午在家 开始就少喝水 然后避免上厕所 因为我父亲是个心比较大的人 他只能帮我干点体力活 剩下其他的 这夜事上所有的东西都由我来 这个整啊做呀 包括维护客人这一块 小伙奇怪说 为什么要一个女孩子 要把自己弄那么累呢 你为什么 因为我是 我是单亲家庭 妈妈和爸爸离婚 将近二十年了 我从小就特别要强 要至亲 因为可能了解的人知道 父母是离婚是有原因的 但不了解的人 我觉得好像会被受歧视 所以从我懂事以来 我就坚信我要挣钱 我要挣很多钱 我要去孝顺我妈 好 好 好 丽依背后很多的故事 我们还真不了解 是的 我不能让别人 不能让别人瞧不起我 因为我妈已经有一段 失败的婚姻 可能会有人 用异样的眼光看 但是我想成为我妈的骄傲 我要让在别人眼中 让别人看我妈的高看意见 她女儿怎么怎么样 房子她女儿买的 车她女儿买的 而且她女儿天天怎么怎么样 就是在努力挣钱 我想 确实会非常辛苦 但是你也在用你的行动 一点一滴的向你妈妈证明 她有这样的一个女儿 她应该非常非常的骄傲 是吧 你看 志强不就关注到你了吗 是不是 我觉得很难得 五号余燕 就是我吧 是说好听一点 是温柔的 说不好听点 就是闷刺闷刺的 那种那个特意 慢 我说话慢 你不知道 小伙 对于我这样的类型 喜不喜欢 我说话也慢 还行 我感觉你说话比他快点 好 谢谢 谢谢小伙 对我的肯定 是这样的小伙 我说话声音 在你感觉是很慢 但是呢 我的爱情宣言呢 还能一字不漏 完完全全地表达出来 不像你至今还没有想出来 你的爱情宣言是什么 你证明一下 你想出来了 告诉他 我不想说了 小伙你知道吗 这是花仙子手怼 对 他从来没怼过小伙 怼这么狠过 对对对对对 你作为被他手怼的人 你想说点什么 说点获奖感言之类 怼得好 怼得漂亮 现在是十六盏灯都灭了 我想说两句话王哥 谢谢说点话 首先呢 感谢咱们这个平台 给咱提供这个 介绍对象的一个平台 然后呢 感谢王哥 谢谢 谢谢燕子姐 谢谢我 辛苦了你们 还有台上的女嘉宾 也站得辛苦了 还有台下的导演 以及我看巴蒂 还有他们在直播的这些人 也都辛苦了 辛苦了 哎呦你看看啊 真是很暖啊 哦 所以我觉得 其实爱情宣言 真就没有那么重要 我们要分析一个小伙子 或者说我们要看这个人 找对象你要看这个人 你就看细节 对吧 就刚才想说的这几句话 我觉得挺惊讶的 你看他面面具到所有的人 这份感谢 你就能知道 这小伙子是一个什么样的 类型的人 25岁没有对象 但是提前能把对象所需要的化妆品 生活日用品全部都能买到位 对 一切准备就绪 就差媳妇进家了 所以我就感觉这小伙吧 他生活当中一定应该是一个 很阳光很向上 然后也很爱热爱生活的一个小伙子 嗯嗯 文哥送你一首打油诗吧 沈阳小伙贼拉将 爱情宣言不肯抢 爱情宣言不肯抢 礼物白刷了 瞎忙 接下来就等你的缘分吧 来 缘分天使 谢谢杨丽 加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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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驰 Không 太好了 小伙贵流 田北 小伙 att Secretary 加油 惜 中ão .'" 梦